好,欢迎大家收看我们赌博研究所 继续和大家来说 未来4月15日,星期六,沙田赛马翼的赛事 这次我们这个系列叫做 连赢及位置Q过关,二穿三 和大家买过关,买分两关 至于我们买到的第一关 就会买到这一场的第五场 这一场第五场就是我们的四班草里斯兰 1400米的赛事 在这一场马上面 又是多马的场合 在这一场多马的场合上面 最近有些马都跑得挺好的 好像这一只金发银发那样 最近跑过第一回来的 成绩不差的 基本上这一只马论近绩的话 其实它是今场马全场 近绩最好的马匹 因为其余的马匹 都没有一只是第一的 这一只金发银发最近是跑第一 那来这一场马 到底它有没有机会 再赢得到呢 这只马值不值得来买呢 我们先来看看 金发银发的赛事 这一只金发银发 那班次呢 就由三班跑到四班 那成绩方面呢 其实你看到这一只金发银发呢 就是越跑越好的 那由它在季初的时候 跑三班 还跑第六第七 去到降了到四班之后呢 其实它都开始不断跑近的了 那跑第三第四 甚至最近都是说能够赢马的 这只马在三月十九号呢 就是说用何宅瑶能够赢到马的 成绩是说非常之不错的 那而且大家再看看 这只金发银发上将是怎么跑的话呢 其实大家就会发现到 这只金发银发呢 上场其实都是说赢得挺轻松的 那金发银发就是这里的那一只 那黄衫 红帽 黄袖的这一匹马 四号马匹就是它了 那我们看看金发银发 金发银发怎么跑呢 其实金发银发真是赢得挺轻松的 那头段时间呢 这只金发银发其实你看得到 都被人顶了 是吧 被人顶了在那些三四碟的位置 二三四碟 那基本上沿途它都一直跑的 那但是去到转弯入直路之后 这只马呢 只要它一望空倒 一在三碟望空倒之后 它就是说基本上都透出了 那和后面那张马呢 都是说有一段距离的 后面整堆马呢 不断想追它 那但是一路都是说追不到的 还要是说追不贴的 那里面那只金鼓齐声 完全是说碰不到它 最后还要是说输它整个马位回来的 那所以我认为这只金发银发上仗啊 跑沙田草的千四米四班的表现呢 很明显是说不差的 那这只马 那我认为它是一只降了落四班 有威胁的马来的 那来近这一场马再跑回沙田草的四班 千四米的赛事呢 那我认为这一只马 其实就是说要买回了 那因为这次了 它也是说继续用回沙田药上去 那还要搭着四档 靓档来跑 那我觉得都挺好处的 那还有这只马 不相当于本来说 他最近的第一都是说获得贏过 那再会有其他马 你看回 上场的第一 是赢到金鼓齐星阻智勇俱 毛狄勇士 勝利神区的这些马 其实这些马是不宽的了 而且很多柄里尔还会再出 而这只金发银发呢 最近是都赢过他的 那金发银发上场 是然而赢了 然后赢到参数的 阻止永驱和无敌勇士 接下来两匹马,金发银法都会赢过 所以我认为,以马论马的话 这只金发银法在接下来都能够称高 而且这只金发银法最近 即是说这次赛前,特意上重发 操一操,才说再下来 这只马其实都没什么可说上重发操,才再下来 他以往都说很少上重发 基本上今季都没试过上重发 但是这次,他说特意上重发操一操 才说再下来,配上他的赛马银法和何宅耀 来到他跑他,何宅耀又是亲操他 所以我认为这只马,金场好意思是买回 所以我们第一只会选到的马银 其实都想选择这只3号的金发银法 来到他买回先的 好了,讲完今场马我们第一只会选择到的马匹之后 就来对他讲我们第二只会选择的马匹 我们第二只会选择的 其实就想选择一只比较冷一点的马 来到他买 讲的就是这只10号的赤兔猴王 为什么今次会选择这只马匹呢 我们先来对他看这只赤兔猴王的赛值先 其实这只赤兔猴王 都没什么跑过多少次 只是跑过一次而已 上场初出呢 就跑这个沙田组的1200米的四班赛事 当时拍了个狗档 由中逆离来对他骑的 32倍 那这只马其实有这么懒的赔率呢 我觉得它是挺值得来对他试一试的 那因为这只赤兔猴王呢 其实我认为它初出的表现呢 不算是太差的 虽然跑到第五啦 假都进不了啦 但是你仔细点看分中逆离 上将怎么跑的话呢 其实你会发现得到这只赤兔猴王 是说不算太差的 那我们一起来对他看分这只赤兔猴王 上将是怎么跑的 那上场马呢 赤兔猴王都叫做是说 排着个劣档狗档来对他跑的 那王三 浅绿帽的这只呢 就是他了 在最外面的 那现在都被人顶了 那大家可以认一认回这只马先 那五号马匹就是他 你看看吧 中逆离上场其实抢得很积极的 是吧 但是无奈地 之前这一场 真的太多快马来对他抢 太多快马来对他走 再加上你排狗档 狗档啊 不是说那么好跑的 是吧 所以导致了 他上场是不断被人顶的 头船时间 你捱个四叠 跑得很辛苦 抢得很辛苦 那 很辛苦才是说 埋到二三叠 这样再来 去摆钱 去走 那基本上这只马 沿途一路都是说 走三叠 这样的了 那一路都走三叠 这样来跑的了 那 那这只马都比较蚀的 是吧 三四叠这样游走 你看看 其实中逆离都骑到他 摆来摆去的 那去到转弯入直路 是吧 碰撞都是说多的 那这只马 你看看 好吵架的是吧 整件事是非常吵架的 中逆离骑到他 但是居然 这只 这样的尺套猴王呢 最终那几步呢 中逆离是说 只推回来 他都能够涌回近的 是吧 你看回他 啊 骑到 骑骑骑的 还要摆来摆去 但是最终呢 只推回来 他是说有势的 是吧 会涌回来 跑到第五的 所以我觉得这只尺套猴王呢 其实事实上呢 啊 上进的表现是不差的 啊 啊 啊 大纯粹就是说 中逆离 不是这么没得碰他而已 啊 不过我觉得 都没办法的了 始终 中逆离也是一个 啊 还是减筋七磅的骑师 是吧 都仍然有进步空间的 所以我觉得 他上场 其实输了他 我觉得都没办法 但是金牆马啦 换人再出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可以是说 留意的 因为 这次都是换了田太安上去 换田太安上去的话呢 金牆马 整个效果可以是说很不同的了 因为始终 田太安 这些都是外籍大师傅啦 骑马就是说 稳定很多的 啊 很少就是说出现 中逆离那些 啊 擺来擺去啊 骑到头鹅鹅啊 啊 比较轮盡的骑法 是吧 更何况 这只马 其实上场的表现 真的不差的了 真的不弱的 这只马 你看看他上场 对着的那组马 其实是强组的 尽管 他跑过第五也好 上场马 他是说对着 开心高球 多多配合 营造组装 天爱荆天 那些这样的马 是吧 只有这些马 是赢到他 而他就说赢到 激光天下 是必非非 飞 标潭精英 八卦这些马 那其实这堆马 整堆马 我认为都不差的 啊 那因为 大家真的看回了 看回这些马 再出的成绩了 那好像一只 开心高球那样啦 开心高球 这场跑第一 他再出 是继续赢的 是吧 再出再赢的 就是开心高球 那之后啦 你再数啦 多多配合 多多配合 今场跑第二 再出他 就是再赢咯 是吧 继续排续 那些劣当 一样能够赢得到的 那之后呢 还有赤兔猴王 跑赢的士必非非 士必非 这匹马 都是再赢的 是吧 真情真多二百 上去四班跑 即赢了 这只马 所以金组马 其实是有三匹马 再出 是能够保重野马的 你都还没计 再出入格的那些 其实还有那些 营造组装 标坛精英 再出都入格 拍头三名的 所以这组马 是一组极强的组别来的 是非常之那么强的组别 而这只赤兔猴王 初出而已 上将只不过是初出而已 中逆礼骑道 鸡手鸭脚 都能够跑第五 再出换人 其实真的要抠回 真的要买回他 更何况今次这只马 排着三档 漂亮的档来跑 不像上场 排着九档 排九档 他上场被人顶 但今次排三档 我相信不会被人顶 倒回来 他可能是顶人那只 是吧 因为今次十四只马 你十四只马的场合 排内档肯定是好处 基本上这些马 可以贴着轮 限制来对跑 一只三岁 再出再来跑 可能变化很大 更何况今次他真情来跑 其实这只马 父系那边 赢马路程都是千四米以上 所以今次真多二百 是更加适合他 所以今场马 我们第二只会选到的马匹 都是试分这只十号的赤兔猴王 看看今次配到田太安 能不能够帮他 在未来一场开到齋了 好了 说完今场马 我们头两只会选择到的马匹 之后 就来说回我们第三只会选择的马匹 我们第三只会选到的 他就想选择这只由潘顿奇的一号 有缘人来试一试 那为什么今次会选这只有缘人呢 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因为 我认为这只有缘人呢 其实最近那些赛绩呢 今季他那个成绩 其实不是说那么难够做得准的 最近他跑的第七呢 其实都是说 有点点意外 我认为他才说输了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可以看看这只有缘人上将是怎么跑 那有缘人就是这里的这只 红衣红帽 那头段时间 这只马都是说 摆在二三位 二叠左的位置 基本上 沿途他都一直跑 去到转弯入直路 那大家留意这只有缘人是怎么发挥的 那大家留意这只有缘人是怎么发挥的 那巴道怎么骑他 那这只马呢 去到转弯入直路呢 那巴道都不断只推了 那只推多几步之后 其实呢 他就是说 给 里面这只马呢 一下子押上去 去到的 是里面那只马 一下子押上去 去到的呢 搞到这只马呢 最终就收慢了 之后巴道就收慢了 你看看 这里啊 里面这只马 一下子押上去那只有缘人 那有缘人呢 都跟外面那只马再有碰撞 vista 那 那 都算了 那 reseo 那 所以我认为这种有缘人其实上场是这样的输 最终跟别人有碰撞导致输了 最终就只能跑过第七 所以这些赛事我认为 其实就不能真正是反映到这种有缘人的实力 再加上未来的这一场 他又降班来跑的话 我觉得整件事其实就很不同 因为上场他都说跑三班沙田草丽千石 这些赛事可能是以一场新鲜的 那接下来就去降班 降到四班跑 回到沙田草丽千四米 我觉得他可能是跑到变身的 因为这种有缘人 其实他很流行去到四班才赢 甚至根本上他在四班才会赢 你看上季这种马赢来赢去都是那些四班赛事 跑那些沙田草丽千二四班赢 排列档赢 排列档赢 连续好几次 排列档赢 都能够赢到马 总之这只马赢就是赢 沙田草丽千四米 四班赛事 能够赢得到 所以接下来跑回到双同路程 回到密场地 我觉得这只马赢是适合买的 还要当时 跑四班的时候 潘顿也是获赢他的 是吧 今次一落班 立刻放潘顿 放回他的野马拍档 上去 我觉得这只有缘人 其实真的可以是说 你对他试一试 还要今次这只有缘人 其实他赛前都特意上松花 操一操才下来 他很急的 是吧 那 就算 上场是四月二号跑完 他都照样 跟你上松花操一轮 才说再下来 四班去到跑 现在四月十五号 他已经出赛了 对吧 对上一场又是四月几号 他都照上松花 跟你操完一轮 才说下来 所以我觉得这只马 在四班都是有机会的 今场马都是说 可以照样来试一试 更何况放在潘顿 潘顿很骑他 我觉得是有梦保重的 所以 我们第三次会选到马法 选回这只一号的 有缘人 来试一试 好了 那说完我们过关的第一关之后 就来到我们的第二关 我们的第二关 就会买到这一场的 第七场 这一场第七场 就是我们的四班 草里斯兰 1400米的赛事 在这一场马上 其实我们一早就 已经出了一条单Q给大家 那系列的影片 就叫做 单Q一窗过 即是说 螢光幕上 现在的这张图片 基本上 大家只需要去我们的 channel 按这一条影片 又或者 按右上角 好像i字的提示 就可以找到 我们单Q一窗过 这个系列的那条影片 那在单Q一窗过 这条影片里面 基本上有了 我们的详细分析 我们会说 这一场马上 我们会买哪两个马匹 以及 为什么我们会买这两匹马 如果未看的朋友 可以来到去看 至于今次我们的投注策略 是怎样呢 我们会怎样 买这条过关呢 基本上很简单 那我们只需要买回 连赢 及 位置Q 这个彩池 那之后买回 过关方式 二穿三 那将两关的马匹 来到去 做一条二穿三的过关 那就可以了 是的 那今次就是这样买了 那如果大家 和我们同路的话 那都不妨试一试 这条过关 在未来的这个赛马日 那我希望大家 一起赢钱的 我在这祝大家 赢多点 这条片就来到这里 今天大家记得 subscribe 按钟仔 还有like comment 和share我们的video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